这是中国诡秘道只有女人才看了一本书 据说还一直流传在湖南一个神秘的县里 书写歪歪扭扭 除了当地女性 外人压根儿找不出一丝破译的痕迹 而这就是江勇女书 从她的名字开始理解 就知道这是一场只属于女性的伟大反抗 在旧社会里 所有人都默认了男尊女帮 汉字尊称男书 连读书写字抛头露面都是男人专属 反而女性却只能一辈子躲在阁楼裹脚做女工 甚至连家务的烦扰琐事 都绝对不允许向母亲姐妹透露诉说 于是一群愤懵的女性站了起来 她们硬生生创造了整整一千两百种 只有女性才看得懂的秘密语言 女书 她们姐妹结拜 她们将烦恼用秘密文字 全都写在纸书扇金上 写婆媳矛盾 写手挂丧子等等的人生痛苦 用简单的句号 竖 斜 狐 四种笔画 向姐妹吐露着无尽的心酸 更甚的是 女书的作品不仅有记录 更有教育 她们转译住英台 秦相连等等多个民间故事 让更多女子看到 女性反对封建的伟大行为 然而 这项在现在看来都无比伟大的创造 在男人眼里 依旧被认为是妇娱自乐的普通花文 于是女书从古至今都坚守着传女不传男的规矩 是此守护女性生命里唯一的一片净苦 苍尽有力的敌风 如利剑展开了封建 如刻刀勾勒出江勇女性 用不屈服世道的精神 连国序大师纪仙林先生都说 女书宛如一颗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 曲曲折折 艰苦努力 终于爬了出来 见到了天光 如今 知道女书的人越来越少 这也正说明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丰富 而女书和她背后的故事 应将由我们继续传承